山海高速温州削江路段 一辆白色轿车毫无自动措施 静止追尾前车 把前车顶出了几十米 白车驾驶员立即靠边停下 然后下车查看前车车上的人员 几分钟后高速交警赶到 后面高丽头摆起来 高丽头拿出来摆起来 人心不及人心 人心没出现 震到了 因为给他顶着到 就给他转 我就震到边上去了 然后掉 斜过来嘛这样的 然后他震到了 这个安全带勒到 前车是一辆面包车 车头车尾受损严重 已经没法动态 高速交警联系 施救力量支援 并让白色轿车 把面包车上的两人 一起带下高速 两辆车上各有一位女士受伤 先行送去医院救治 你看一下 完全没紧速 前面有个车在开 你就直接转上去了 我当时开的咨询巡航 怕见跑偏了 我就绿马拉回来 就来不及了 开了什么 我急着半自动驾驶 那你人在车上 干嘛要开半自动驾驶 白色轿车驾驶员说 车子还是刚买了 一个月左右的新车 之前在地面道路上 用过几次半自动驾驶 这一次分心大意了